台北市長蔣萬安帶著二寶出席 北市府親子日活動 這件二寶僅僅抓著蔣萬安大腿 直到拿到玩具才露出笑容 這一頭蔣萬急著塑造 因為幼兒園性情案重創的三寶爸 溫馨形象 另一頭沈隱多日的北市教育局局長 湯志明也現身開記者會 非常震驚 開了不住室的會議 爭議延燒超過半個月 教育局長雖然親自滅火 但綠營議員仍提出諸多質疑 市政府他們永遠都會說 怕看到其他的孩子 所以不給他們看自己的孩子 這是極其的不合理 沒有再進一步的調查 因為他們直接 就因為只有小孩子的證詞 所以他們不予認定 不只家長還看不到 完整監視器畫面求助無門 針對檢調裁定二十多起性情案 北市教育局卻只有認定八起 議員秀出由湯志明親自主持的 認定委員會會議記錄 炮轟其中不認定個案 根本沒有相關行政調查紀錄 痛批放飛受害者 為什麼不予認定 知智未提 這七個個案 就這樣子被放飛了 行為人就有提到說 其中有兩名幼兒 他覺得他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 特別記錄那個兩名幼兒來 其他的實力會 因為也有這個七位 他有一些是 他們並沒有來做一些陳述 那有些是陳述的內容 那當然我們的調查組 做一些判斷 所以這是我們 西醫調查小組的認定的結果 幼兒園性情案 正義教育局長 唐志明強調開很多會 有很多突破 但是否真的能解決 家長心中的憂心 恐怕還是個大問號